这辈子能买几回房子 必须整满意了呀 有人就说了 说关上门 那是我自个儿家 那咋搞我愿意 对不对 我的地盘我做主 要是把好道上这个装修 那可能引来羡慕和嫉妒 哎 你看那谁家小谁 啊 那家装的 地中海巴洛克 皇家四合院风格 啥玩意乱七八糟 你别管是什么风格 这都不犯毛病 那要是不往好道上整呢 创意超出了常人能理解的 接受范畴 就只能遭来痛恨了 你比如说下面这家 这城东墙 这是城东墙 你看 你不要高兴 全干开了 这是楼 这三十层的楼 这么多危险 哪有这么整的 名人上都 一元 一单元 803 拆楼了现在 这哪有这么干的 这一地的钢筋 就连墙上都有个新造型 记者跟随着业主 来到了现场 现在就来到了 民生上都小区 一元 移动一单元 803这个位置 通过镜头 可以看到 803的上方 现在已经被开出了 这么一个口子 然后钢筋都裸露在外面 然后在门顶的这个旁边呢 裂了很大的这种裂痕 这个裂痕现在 将近两厘米深 然后这个裂痕 现在延长 大概得有将近两米左右 我们现在透过的这个 枚上的洞呢 可以看到里面 在墙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新开的一个门 因为业主不在家 我们只能透过墙上的开口 看到里面的情况 自从邻居扣完门之后 李大姐是彻夜难眠 辗转反侧 哎呦啊 担心姥姥 当天晚上 大伙一说 老害怕了 都想出去住去楼 这一宿都一点多才睡觉 真的不肯呢 不肯睡觉 这房子咱个人的 是不是 但一旦有事呢 是不是 损失咱个人的财产了 这楼要是塌了 倒了又什么 咋整个 那后果就是 谁想象不出来 非常担心这个事 今天我们联系上了 抠墙装门的这家业主 装修的话 它应该是有一个城堂墙 城堂墙那边抠一个门 年少都看别的家 也这么装过 因为咱们上都挺多家都这么改的 我现在也没事呢 我来改完之后 邻居说 你这不行啊 你这把这个城堂墙子给掏了 本合计给自己家里窗个门 可万万没想到 惹出了这么多麻烦事 邻居这耍影吧 我也不能理解 而且他们也担心 我也能理解 确实害怕 我当时我也害怕 我也后怕 因为毕竟我买这个房子属于结婚住嘛 我也挺害怕的 很明显 现在八楼的业主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 但是想要恢复还得等鉴定部门 等鉴定部门吧 物业说得等鉴定部门 803是新买的房主 它是新换的房主 然后重新进行装修 然后在防火员巡视时候 然后发现他家把门口的城堂墙 他也想扩一扩 进屋以后发现 他这个屋里面也存在城堂墙改动 当时那个地上有部分散漏的钢筋 然后我们发现及时制止 物业是第一时间断水断电 然后我们所在那个社区办事处 也取得联系 然后报有关职能部门 然后来鉴定 说话那劲也像是念过书的眼人 你说我就纳了闷了 那是智商余额不足 还是说知识储备不够啊 城中墙干啥的不道吗 面对这样愚蠢至极的行为 咱们的会员有话要说 你看这位会员叫小马拉大车 他就说了 在婚房里面搞这样的创意 是真的准备把婚姻变成爱情的坟墓吗 另外这位会员叫马无夜草不肥 他说了 对于这样给整个楼体造成安全隐患的人家 除了让他们恢复原状 也要进行处罚 就罚他给楼上楼下 每家买一份家庭财产保险 连续二十年 二十年哪个五啊 七十年产权呢 不然就把整个大楼全让他们家原价收购了 你不是爱折腾吗 以后你随便 对这事大伙是怎么看的 关于装修 您预见过什么稀奇事 无语的事 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会员平台 跟咱们一起来交流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